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承担起了整部电影宣传的赵丽颖 在影片中并非主角 仅仅只是一个前后加起来笼共五分钟戏份的 特邀出演 不过即便如此 赵丽颖也无疑是第20条 大获成功的重要功臣之一 但万万没想到 距离电影下映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赵丽颖竟然就感受到了来自剧组的 过河拆桥 在一场 大数据盛典 上 下至演员 上至导演 连赵丽颖的名字都不曾提过一句 甚至女主角面对采访时的 阴阳怪气 也存在指责赵丽颖宣传过度 抢走属于她风头的嫌疑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过河拆桥 鸟尽工藏 才是娱乐圈人情事故的最好体现吗 第20条 全员拿奖 4月12日 中国电影大数据盛典隆重召开 此次盛典是为了给2023年至2024年期间 国内上映的一众好电影颁发荣誉奖项 譬如去年将国产电影行业缴了个天翻地覆 被誉为《中国神话史诗跨时代之作》的《风神》 几位主演便在导演乌尔善的带领下再度重剧 但毕竟《风神》已经是去年的作品 热度早已不复当初的火热 所以在场众人的目光 还是聚焦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几部国产电影上 如今距离2024年电影《春节档》的角逐早已落下帷幕 虽然贾铃的热辣滚烫 凭借铺天盖地的宣传 掌握了最后的票房冠军 但究竟谁才是最终的大赢家 明眼人都心中有数 所以当张义谋邪 第20条剧组的几位主演亮相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侧目 看向那被闪光灯围绕的几人 尤其当此次盛典的奖项一一揭晓之后 更是印证了所有人的预想 一部第20条 几乎掌获了当晚三分之一的奖项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无论是导演张义谋 还是主演雷佳音 玛丽 在面对采访提问时 都表现得意气风发 剧组过河拆桥 可慢慢有网友反应过来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整场晚会盛典 竟然都没有瞧见赵丽颖的身影 一开始还有网友猜测 赵丽颖是因为最近刚刚完结的电视剧 与凤行热度太高 有着自己的活动需要出席 所以只能无奈缺席 但后来大家才知道 原来从一开始 赵丽颖就没有跟着张艺谋出席盛典的 资格 因为他只是一个戏份加起来 擦五分钟的特要出演 连重要配角都算不上 直到这时 许多网友才恍然大悟 原来赵丽颖并非第20条的主角 那么为何当初有关于第20条的宣发 近乎全都带上了赵丽颖 如今第20条大获成功 自身质量过硬是一个因素 但也有很多观众 是奔着赵丽颖本人 或是是看到了赵丽颖的电影片段 才选择去电影院买票捧场 可以说 如果不是那些带上了赵丽颖的宣发手段 第20条 绝对没有这种热度 即便自身质量再好 也难免会落得个 酒香向子深的结果 不过话说回来 作为特要出演 再加上自身形成忙碌 赵丽颖 缺席此次大数据盛典情有可原 但第20条 接下来的做法 却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了 娱乐圈的人情冷暖 以及什么叫做 过河拆桥 因为在此次盛典晚会上 第20条 剧组的导演和演员 在面对镜头和采访提问时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赵丽颖 这就未免让人感到有些心寒 赵丽颖沦为牺牲品 而身为女主角的玛丽 在领奖时的发言 更是让网友细细琢磨出了一丝 阴阳怪气的意味 玛丽声称自己是个不太爱宣传 也不懂怎么宣传的实力派女演员 如今却能得到这个奖 一方面证明了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她拿到这个奖 是实至名归 那么问题来了 在第20条上映之初 是谁在铺天盖地的宣传 又是谁深谙宣传手段 但最终在一众主演都获奖的情况下 落得个没有奖项的结果 正是因为从玛丽的这段发言当中 咀嚼出了一丝怨气 网友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赵丽颖 毕竟玛丽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女主角范围 可当初在各种宣传手段的影响之下 导致无数人错认为赵丽颖才是 第20条的女主角 玛丽自认为是不爱宣传 且不懂宣传的实力派女演员 那么反而言之 赵丽颖就是那个喜欢宣传 又很懂宣传 但演技却连奖项都拿不到一个 白白抢了她那么多风头的特邀演员 虽然玛丽并没有明说 但网友们已经脑补完毕 认为 第20条 剧组这是在利用完赵丽颖的人气 作为宣传造势的手段之后 为了凸显女主角存在感的又一手段 只是这次的手段实在过于无情无义 只能用过河拆桥来形容 毕竟当初第20条 主推有关于赵丽颖的宣发 又不是赵丽颖自己找存在感 反而是张艺谋动不动就拿赵丽颖出来抢话题 显然这一切都是张艺谋在背后布局操盘 仅仅只有五分钟的戏份 赵丽颖却得背上整部电影的宣发压力 如果电影口碑票房崩盘 等到舆论清算时 首当其冲 便是被迫成为宣传主力的赵丽颖 而如今电影大获成功 已经不再需要赵丽颖的人气 反而这时赵丽颖已经显得有些宣宾夺主 为了电影的后续宣发 赵丽颖自然就成为了那美贝 用完就丢掉 的气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